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生姜洋葱,看似普通的食材,真的是没有想到作用这么厉害的 帮助了很多正老年男女朋友们的问题 省时又省钱 今天就把他们两场搭配到一起的养生功效分享给大家 我们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都有什么样的神奇功效吧 我们先来说一说生姜 生姜看似普通,但挑战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 尽量不要选择沙姜或者是紫姜 要选择这种纤维比较多的老姜 老姜表皮干燥,而且很凸起的浑露 切开之后里面的姜丝粗糙 这种姜它的味道更加的浓郁 里面的姜辣素也比较丰富的 养生作用更加的显著 我们先把生姜来洗一洗 准备一小块就可以了 加入少许的盐洗一洗 这样洗得生姜更加的干净 因为生姜不需要去掉外皮的 果皮属于凉性 果肉属于温性 两者一起吃 综合口感 营养效果更好地激发出来的 你多用手搓一搓 洗一洗 食盐能够简单的杀菌消毒 这样洗过后的生姜吃着比较放心的 今天做的菜呢不需要去掉外皮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洗一洗 清洗好的生姜 放到鞍板上面 我们把生姜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细丝 一定要切得细一些 可能激发出香味的 生姜可以当作调味品 又可以当作一种药材 要是两用的食材 一定不要小看它的 对于生姜 有些人们用哪种方式使用生姜 会将其表面的皮去除 殊不知道 生姜皮也是一种良药 营养呢不亚于生姜的果肉 生姜 味心 线温 具有发汗截表 织殴解毒的功效 生姜 脾胃味心 杏凉 具有沥水消毒的功效 所以姜皮 姜肉一定要一起使用的说法 大家一定不要把姜皮去掉了 养生效果非常的不错的 这时候我们来处理洋葱 很多朋友们切洋葱的时候 比较拉眼睛的 我们可以把洋葱放到水里面浸泡一会儿 大约五六分钟 去除洋葱的辣味 让我们在切洋葱的时候不拉眼睛了 这个方法是我经常用的 还是比较不错的 洋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可以吃到的蔬菜 市面上树卖的洋葱 一般有黄色的洋葱 紫色的两种 这两种洋葱它的营养价值呢 特别的丰富的 平时用来炒菜 凉拌也非常的好 不过做到美食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紫色的洋葱 这种紫色的洋葱 含有比较丰富的花青素 不仅对我们的眼睛比较友好 对皮肤有很多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 紫皮洋葱更香大 这种紫皮的水分更多 口感更好大 俗话说 春阳夏暖 秋收冬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同时也是养心的黄金时期 洋葱具有保护生育的作用 洋葱是一种国际工人的健康食材 建议平时一定要多吃一些 洋葱也是唯一种蔬菜 含全类素A的水果蔬菜 营养经济的丰富大 所以平时一定要多吃洋葱 再来准备大蒜 三五颗就可以了 我们包一包 大蒜有大酸素 具有很强的杀菌作用 对于细菌性的真菌性 原虫性感染都有不错的防治作用 所以平时可以多吃大蒜 对于你的好处很多大 我们准备两朵菊花洗干净 菊花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可以缓解炎炎的疲劳 视力模糊又很好的疗效 菊花能够饱干 将血压 具有很强的抗菌消炎 清热解毒的作用 还能够调理血管 运动中趋 扩张外周血管 降低血压 助消化 能够消除油腻 减少停的脂肪堆积大 又能够扩张血管 菊花泡水喝 有利于维护我们的肝脏健康 帮助调节视力 还有消除疲劳 搭配着玫瑰一起煮水 能够养肝护发 春天正是养肝的好时机 我们多喝一些菊花茶 既能够养肝护肝 还能够疏肝离气 对工作压力比较大 突发的人特别的有帮助的 菊花胃肝 微苦 性温 归肝 皮二经 具有和血 行血 离气的功效 营养特别的丰富的 洗干净的菊花 放入锅里面 焖煮十分钟 把菊花的营养味道 全部煮出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菊花水已经煮好了 我们把大蒜 洋葱 生姜 倒入锅里面 再焖煮二十分钟 时间煮得越久 实在煮得更加的软烂一些的 营养更好的释放出来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这做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来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 都说前面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那你煮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汤色是比较暗的 带一点绿色 这就说明了 生姜养草的精华 全部煮出来了 溶于水中 我们用漏勺空水 直接喝水就可以了 食材不要吃的 避免吃的时候影响口感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少许的蜂蜜 或者是冰糖 综合一下口感 搅拌好之后直接喝 喝起来口感有点酸 有点辣 辣过之后就是甜辣 明天早饭之后喝上一碗 对这应的好处很多 老话说 饭不香 吃生姜 生姜不仅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 每隔两天喝一杯 还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 改善虚寒症状 生姜不仅可以做一种调料 一种蔬菜 它本身也是一种中药的 在药房中 你可以经常看到生姜的身影 洋葱更不用多说了 被誉为蔬菜皇后 它的主要营养元素 包括扩装血管 软化血管的前炼素 增强血管弹性的花青素 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 又被称为心脏支架 现在也很多的人经常的失眠 压力大 而中医人里 生姜洋葱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 两者搭配到一起 能够提高睡眠的质量的 科室大脑皮层说到一句 闻着这些气味 能够很快的进入梦乡 这是一款多效的养生汤 您学会了吗 做法简单的 坚持合上一段时间 就能够有影响不到的 惊喜还有收获的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